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12月3号星期二 大家好 先下播咱看看都发生什么新闻 第一个网上现在传说有一个英国制裁名单出来了 然后那个是假的 那是大家希望的制裁名单 首先来讲你要明远一点 就是说这个制裁名单首先不太可能就被放出来 把那个关了 为什么说它不太可能被放出来 你看新疆也说要制裁 对吧 制裁了当地的几个公安局什么的 这些都会说名字 然后也制裁了一些新疆的这些官员 那么有可能是有陈全国在上面 但是他是不会说的 这个名单它内部掌握 就是说陈全国他们可能去美国来签证的话 可能不给你签 或者你的家属不给你签证 或者有签证给你取消了 但这是内部掌握的 就是说明面上是不会跟你说的 然后现在网上报道这个名单 你一看它就不可能是真的 你知道吗 里边把什么林郑月娥 港首 律政司司长 前警务处处长 现任的警务处处长 议员 只要是泛民派不喜欢的都加进去了 对吧 你不能一锅端 不能大勺汇 对不对 还有一点 就是说新疆那边 因为是集中营 它是的确出的问题了 而香港目前来讲 就是说你对香港的警察 你可以不喜欢 你可以怀疑他们有问题 但是你直接说他们犯法了 或者有什么错误的话 很难 香港的司法体系 在这一次整个实验当中 还是展现出来了 非常好的 我觉得可以说这是亚洲最好的 最少从就是说 当然警察这边大家是很不满意 我想就是说警察这边你不满意的话 我觉得法院那边 法官那边还就是很不错的 对吧 你看这抓了之后 很少的保释金就都放了 然后呢这个反命面法呢 也被这个香港那边 这个大法官也给这个 就是说认为他这个委宪 对吧 那从等等呢 你就能看出来 这些法官们呢 在面对非常强大的 来自北京的香港政府的压力的情况之下呢 他们还是保持了自己 应有的一种司法独立的这么一个精神 这是最起码的 对吧 所以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美国马上对上什么林郑月娥 林郑司司长这些人进行制裁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你从法律上说不通 对吧 你如果对他们不满 你要制裁他们 你就是说你也不是说我不高兴了 因为你惹我不高兴了 我就制裁你 对吧 从法律上你要有一个交代才行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对此呢 不要有抱太大的期望 我不认为会一勺会把这些人全都制裁了 这个我目前认为可能性不大 当中呢 有几个人有可能有 但是不会都有的 然后呢 还有一点呢 就即使有的话 这份名单我们应该也看不到 应该跟那个制裁新疆一样 这名单应该是就是内部掌握的 对外并不释放出来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呢比较大 不当然了 有可能会在最后被媒体曝光 就是官方的不说媒体曝光是有可能 但是咱们的拭目以待 反正现在这份名单呢 肯定是假的 然后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说这个华为啊 华为呢对这个李鸿源事件的进行了这个回应啊 华为的回应称说 华为有权利也有义务 并基于事实 对于涉嫌违法的行为 向司法机关举报 我们尊重司法机关 包括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的决定 认为李鸿源 如果李鸿源认为他的权益受到了损害 我们支持他运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己的权利 包括起诉华为 那什么意思呢 咱们来看啊 其实主要来讲呢 应该是三句话啊 是三句话 你发现了 这是逗号 逗号 句号 逗号 句号 逗号 三个句号 三句话 咱先说第一句 第一句才告诉你 华为有权利也有义务 并基于事实 对于涉嫌违法的行为 向司法机关举报 就认为呢 我们向司法 等于就是说 他们向司法机关举报的李鸿源嘛 对不对 就认为我们是有这个权利 有这个义务 你指的我们没有道理 这等于是拒不认错 也不道歉 我原先以为华为的回应 会道歉 会认错的 并没有 不但没有道歉 没有认错 而且非常孤傲的告诉你 我有这个权利 我有这个义务怎么做 我这样做没有问题 然后第二个来讲 就是说 现在司法机关已经判了 就是李鸿源没有问题 而且给了国家赔偿 对吧 对此他说 我们尊重司法机关 包括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的决定 就你们这么做 可以 我尊重 但是你说我有错 我不承认 我不道歉 首先不认为自己有错 其次不道歉 这是第二句话的意思 第三句话 就是说 李鸿源 你现在不就是想向我们施压 对不对 我现在告诉你 李鸿源 如果你认为你的权利受到了损害 是不是 如果你这么认为 我不这么认为 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 好 我们支持你运用法律武器 来维护你自己权利 你就是包括 就是你不服 你告我不完了 你不是觉得你受到权利伤害了 对吧 我支持你 你告我 你去晚上告我 就这么一个态度 华为的这种态度 让人非常的讨厌和恶心 为什么华为有底气 在目前就是说舆论一片岛的情况之下 还用这么强硬的 这么 就是说真的是 而且完全就是用挑衅式的语言 说虽然很委婉 很含蓄 但完全就是挑衅的 就是说李洪源你不服 你可以告我 我不认为我有错 我有权利 我有义 我怎么做 司法机关那么干 我尊重 我不管 他们爱怎么判 跟我没关系 我尊重 你知道你个人你不服 你就起诉我不完了 带着气 就完全就带着气了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 首先我要说 就是说 华为有权利 有义务 向司法机关举报 任何的不法行为 这个没有问题 这个我们尊重并且理解 但是如果这个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违法行为 而是就是说正常的 就是说离职的经济赔偿的话 然后你诬告别人 先是诬告别人职务侵占 就是说贪污你华为的钱 另外再告别人的敲诈勒索 把本来是公司赔任的钱 换了一个私人的你们秘书的一个账号 给别人 然后告别人敲诈勒索 你华为就是说你是什么 你是做伪证对吧 你是在诬告别人 在诽谤别人 在诽谤别人犯罪了 你有任何一个企业或者个人 有权利和义务做这个事情吗 对吧 你华为有权利和义务 是基于事实 对于涉嫌违法的行为 向司法机关举报 而你华为你没有权利 也没有义务 把别人没有干的事情 然后用卑鄙的手段 对不对 换了你秘书的账号 私人的账号 发人钱 然后把这个钱说成是 先是说人家职务侵占 后来觉得这个谎言编不下去了 又编了一个谎 说是人家敲诈勒索 人家敲诈勒索的吗 人家没有 你睁着眼说瞎话 你没有基于事实 你自己创造了一个虚假的证据 然后去诬告别人 你华为你有权利和义务这么做吗 对吧 因为你现在事实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你们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 去诬告了别人 对吧 好吧 至于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 有网友问我 认为你认为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 有没有问题 我昨天我觉得我说的很清楚了 对吧 肯定有问题 没问题 怎么会给了10万块钱的国家赔偿 对不对 如果警察 检察院 国家法院都认为自己没问题的话 会给了10万人民币的国家赔偿吗 给国家赔偿的目的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原因不就是因为公安法约自己做错了吗 对不对 我们做错了 我们做的不对 我们承认了 给了国家赔偿 就等于就承认了公安法有问题 对不对 然后也对你进行了赔偿 但是我还说那句话 你如果对赔偿金不满意 你说10万太少了 我要100万和1000万 你这个 对吧 但是这个数不能是你自己说 你不能说文法界 那你还要100个亿 对不对 这个数不能自己说 这是按国家的法律法规去办 但是公安法有问题 没有问题 谁说公安法没问题 公安法要没问题 就不会给你国家赔偿了 对不对 公安法肯定是有问题 公安法也承认了 不也给了你赔偿了吗 对不对 你现在在纠结公安法 有没有问题就不对了 你现在要纠结 就只能纠结这10万块钱 是多是少的问题了 对吧 这现在不是纠结公安法 有没有问题的 对吧 就昨天我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对吧 你要嫌10万块钱少 你再说 你要你多要钱 是多要钱 你公安法不都已经赔钱认错了吗 你还想怎么样 公安法已经是这样子了 对不对 至于让李红元去告华为 这不扯淡吗 对吧 说一实在的 在任何一个国家 就在民主制的国家来讲 一个就是说 个人去状告像这种 这么大的企业是很难的 企业有非常雄厚的资金 有各种法 法律从业者来帮助 对不对 你在这种情况下 这几乎就是不可能 对吧 你华为现在拒不认错 第一 你诬告了别人 先是诬告别人 职务侵占 对吧 就是贪污 说白了就是贪污 职务侵占不是贪污 先是诬告别人贪污 后是诬告别人敲诈 罗嗦 然后最后发现全他妈的不对 那证据是你们自己创造的 然后你跟我说 我有义务我有权利创造 给自己创造条件 去诬告别人贪污 和敲敲啰啰嗦 你自己 我不知道 这个回应是他妈谁写的 你华为的公关是干什么吃的 我不知道任正非看见这个之后 任正非做何感想 我真的 我非常的疑惑 你知道吗 你要想想这种事情 如果发生在美国 一个企业发着这样子的回应 这企业要破产的 你明白吗 在美国如果出了这个事情 这企业的股票 现在已经腰斩了 已经是腰斩了 然后第二天股票腰斩了之后 第二天企业 一不认错 然后就坚持认为自己没问题 我有权利有义务这么做 然后让别人你不服告我去 这种公告出来之后 那股票就不是腰斩了 当人家要破产了 那肯定就被抛弃了 这家公司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在美国 就是说舆论的力量就这么强大 老百姓的力量就这么强大 而且马上 如果一家公司这么多 马上公检法就会介入 为什么 而且各种的国会的议员什么的 也都会介入进来 为什么 因为选民的力量太强大了 执政的权力 执政的合法性都来自己选民 来自己选票 这种事情 如果在美国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度的话 国会议员什么的 都会给他施压 他迅速的就会妥协 也就会道歉 可能我跟你说 像这种事情发生在美国 你还记不记得 就是说有一个美联航 然后他们那飞机没有座位了 然后就说要 把那个人拖下去了 对吧 那个人拖下去了 你要赔了多少钱吗 一个亿 1亿美元 懂吗 这个如果是美国公司 然后自己没有 明明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自己创造证据 去诬告别人贪污 然后诬告别人敲诈 勒索 然后最后被法院证实了 等于这个是让法院证据的 对不对 法院赔了那人 10万人民币的国家赔偿 就等于法院承认了 这是妈的诬告 我们错怪你了 我们现在赔你钱 没错吧 这种事情如果法院认证了 这在美国一个亿跑不了 最少就一个一起 你懂吗 这种案子一出来之后 这哥们加了电话 被人打疯了 所有的律师事务所 都要给他打电话 我当你律师 美联行内多少个律师 给他打电话 说你找我帮你打这个官司 肯定赢 我保证你拿一个亿 都天花论罪 各种权利都许给你 你知道吗 就这个我跟你说 这要在美国 华为一个亿美人准备好吧 把一个亿美人现金准备好 肯定你陪人家 不陪你走不了 你知道吗 我还有个问题 你说你刚才不是讲了 如果在美国会怎么怎么样 之前你讲了一句说 他别说是在中国 一个人对这么一个大的机构对抗 就算在民主国家 他也很难 但是一旦是舆论 舆论 你看美国的航空公司 有多糟糕我们心知肚明 我也做过美国航空公司 那帮老奶奶 那简直你知道吗 你去了之后 你发现你揪着他孙子 对他是你亲奶奶 你知道吗 中国都是空姐 美国都是空奶奶 他去了之后 你知道吗 你得把他当亲奶奶对待 他把你当捡回来的孙子 对奶奶 你知道吗 你奶奶永远是你奶奶 就是你奶奶 对吧 就这么一个状况 对不对 但是你想告诉他是很难的 但是美联航那时间就引起了舆论的极大关注 就会好干一些 你知道吗 那么那就迅速就赔偿了 但是如果没有引起愚钝关注 美联航说实在的对待顾客态度差 不是这一个两个 为什么那个事情之后 在美国引起了全民的愤慨 就是因为美联航得人得太多了 你知道吗 但是如果不是这个事 其他人去告美联航是很难 的确是很难 李鸿元的问题也在这儿 李鸿元不是第一个被华为弄进监狱的 为什么这件事情引起这么大的反感 就是华为之前 自己创造条件 诬告别人贪污 诬告别人敲诈 罗索很多次了 已经黑进去好几个了 现在监狱里好几个了 引起公愤 对就这次是激起民愤了 你知道吗 所以的问题就在这儿 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知道吧 李鸿元去告他还是很难 他们还在娇嚣 还是很难 因为在美国的话 可能就有律师去帮助他去干的 但是在中国这就非常非常的简单 即使有这么强大的民意的支持 情况之下还是非常的艰难 因为政治的这种影响力也没有接入进来 美国还有就是说舆论一旦大了之后 很多的国会议员 众议员参议员都会接入进来 包括政府的可能有时候总统 副总统 副总统什么的都会 众议院议长参议院议长都会接入进来 这个事一旦闹大了之后 因为什么呢 因为选票了 你明白吗 因为选票了 但是中国呢 不存在的 不存在 舆论的反正你闹一闹 闹得太扯淡了呢 我们也会稍微的管一管 不太扯淡了就算了 但是呢 说实话 一般的公司在这种时候 已经被舆论压的 有点不敢这么搞了 但是华为呢 不是一般的公司 华为姓赵 这个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 华为呢 它的很多的技术呢 都是跟中国的这个军事技术 是共同使用的 它的这个5G技术 你要明白这种5G技术 就是说民用也行 军用也行的 以后未来的打仗 军队用到5G技术 用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这是从这儿 你能看出来 为什么国外这个五眼联盟 对华为的5G技术 非常的担心 就在这儿 因为华为的5G技术 实际上是跟中国军方 是共享的这个技术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知道吗 中国不 其实中国不光是华为 中国很多高科技的公司 他们所掌握的这种 尖端的这种科技技术 很多的尖端的科技技术 都可以直接转化为 武器当中的去使用 而中国的这种高科技的公司 他们的这种高精尖的 这种科学技术 都是要跟军队去共享的 所以华为有军 有中国军方的背景在后面 模想任何智商正常人都能看得出来 之所以能够这么牛逼 这么在这儿就舆论压成这样子了 据说李洪拳的事件 在中国已经几亿观看 几亿人都看了 都愤慨了情况之下 他还能挺得住 就是因为我有枪 我有部队 你知道吗 以前袁世凯也是 我忘了袁世凯说是哪个了 要签什么条什么的 反正是怎么样 就说老百姓会反弹的 会不满 就说一句话 不怕 咱有枪 华为那样就是这样 不怕 咱有枪 我们是军队 军队背景 我们作为舆论来讲 我们还是就是说 想要继续施压 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 就是说中国 他我就说应该开放报警 把第四权 也就是媒体加入进来 在这种时候 应该让老百姓看到 为什么华为能够今天弄进去一个 明天弄进去一个 对不对 能够就是说有权利 有义务 知道吗 创造证据 创造条件 说别人撬诈 说别人哆嗦 说别人贪污 今天弄一个 明天弄一个 就是因为就在此 对不对 而我们就要看到这一点 就是说华为目前就这么一个情况 对吧 我们老百姓应该做什么 就是说今天他可能创造条件 把李洪源弄进去了 明天会不会是你 会不会是我不会是我 我肯定不回去 对吧 但是会不会是其他人 对吧 而且他到底黑了多少 现在也不知道 对吧 说不清楚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带着录音笔的 对吧 那反正呢 我只能说华为的这个回应 昨天我还认为这个事可能还不太怨华为 我很希望昨天我就说 我希望能够看到华为迅速的 把创造条件 还有他秘书两个一起狼狈为奸 创造条件 诬陷别人贪污 然后诬陷别人敲打落索的部门经理和秘书扔出来 结果不但没有 还在保护他们 而且还告诉你 我华为有权利有义务 创造条件来诬告你 贪污 诬告你 敲打落索 你像我说什么 我只能说我服了吧 你有枪我能怎么办 你是不对的吗 对不对 但是问题也就在这 就因为你是不对的 对不对 所以别人也不敢把你怎么着 我也不敢把你怎么着 谁也不能把你怎么着 对不对 但是咱们反过来说 就是说你从现在你们看出来了 是不是应该抓孟晚舟 对不对 你等于说白了 你华为属于部队 你孟晚舟是属于军事情报人员 我当时我就说什么叫间谍条 为什么我说应该叫孟晚舟和康兵凯和麦可换一下 都是间谍 高级间谍 军事情报人员 你说好听的叫军事情报人员 说不好听的就是军事间谍 对不对 间谍条大家换一下不就完了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 就是说全世界都在抵制华为了吗 因为说白了 你华为来了伍治 你是干什么来的 你就是来亏欠我的各种的军事情报的 对不对 我抵制间谍有什么不对 你是一个间谍公司 没有问题 是不是 刚有点上高上下 是吧 如果你对此不玩意 你可以继续支持华为 继续支持孟晚舟 因为今天好像马上 一周年 什么一周年 孟晚舟 对 孟晚舟被抓一周年 对不对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什么的 而且迅速华为就开始在煽动舆论 很多人都说了 我支持华为 你们可以打我了 又来了 没办法 中国义和团比较多 这里咱们一点折没有 但是反正这个事 我觉得我们还是把它说清楚了 对吧 前后到底怎么回事 对吧 然后华为今天的回应让我很恶心 我非常不满意 不喜欢 对吧 我昨天我还说最起码应该把部门经理和秘书扔出来 结果也没有 不过再说吧 好吧 这个新闻我们不多说了 到这里 另外一个新闻 中国就是说关于美国 川普签了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 我当时就说 我说中国会叫嚣一下 不会有特别实质性的动作 现在就出来了 反正就是什么 有美国三个NGO组织 就是说什么非盈利的组织 说不许到中国来 还有就是说跟法案相关的那些人员 什么罗比奥那几个议员什么的 不许到中国来 然后有网友问我 说这社会服务也太软弱了 我说是吧 我之前预测的不就是这样的吗 对不对 我之前预测的就是这样 我说本来意思意思就完了 对吧 不喊两句面子上不好看 但是实质上不会做什么 对吧 然后有没有什么实质做的 一点都没有 因为这些人 我告诉你这些 这两这三个NGO组织 还有罗比奥这些人 早就来不了中国了 不光是他们 很多海外的学者都这样 中国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是一个研究中国专家 对不对 你是某国大学 你是中国专家 然后假如你说中国好话 对不对 好 你说中国好话 对不对 你一门研究 你不需要基金吗 我们给你投点钱 然后我们欢迎你到中国来 我们给你办签证 来了之后 我们还会安排 当地我们会有地培 安排我们的教授什么的 陪你一块转转 然后你要搞什么调研活动 你不用自己搞 比如说你要 你说了我要做一个调研 没问题 别着急 你跟我说你要找多少个 我们来给你找 懂我意思吧 就是说我想调查中国人幸福不幸福 没问题 我去找 我给你找一百个幸福的 肯定让你服 都是幸福的 中国百家幸福多 找个一百个幸福 还是找不着 北京就找着了 对不对 北京找 给你找一百个幸福 那不就完了 你们想问中国人幸福不幸福吗 肯定有幸福 对不对 不可能都不幸福 对不对 每个都幸福 肯定有幸福 虽然我是不幸福 对我幸福 对不对 但中国找一百个幸福没问题 但是话说过来了 如果你美国的一个教授 对不对 你说中国不好 你的基金 我肯定给你捐不了钱了 这你放心好了 你钱就别下了 然后对不起 没有签证 你来不了中国 你是中国问题专家 是吧 20年你没进过中国 你跟我说 你什么中国问题专家 你在这儿 任何一个调查报告 都写不了 你像找人在这儿搞 什么搞过一千人的 问题专家 门也没有 没有人给你 没有人给你写 你怎么跟别人说 你是中国问题专家 他们就变成了 离散派 中国问题专家 慢慢的你就被主流 就抛散出去了 对不对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 就是说中国一直都这么干 而且关于媒体也是 你说中国好的记者 给你签证可以来采访 你说中国不好了 你滚蛋 对吧 政客 NGA组织 都是早就如此 所以那些人 你知他什么 我不明白 你知他什么 就跟中国 跟美国打贸易战 对不对 美国加关税 中国也要加关税 我说中国你加关税干什么 有什么意义 你早都不让进口了 对不对 你那大豆第一次加关税的时候 实际上你已经停止进口了 对吧 你一家 中国人都很聪明了 企业也很明白 对不对 你上面一个眼神 你说我加关税了 你们看着办 下面就不买了 下面就跟猪说 没有大豆吃了 没有大豆吃了 哈哈 饿两顿吧 猪说 我得瘟疫 我死 我磨磨 我自杀 对吧 就这么个情况 对不对 所以 中国你再往下加关税 我加100% 百分之一 没有意义的 你就是一个口号 你这个制裁也是 反制也是 找他们都来不了了 对不对 你反制个屁 对不对 你不就是喊口号吗 你眉眉眉嘴 对不对 那么能不能有点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我觉得还是有 那么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我不知道 有没有 就是说能不能禁止这些NJ组织 还有这些人去香港 因为这些人以前能去香港 你如果香港也不让他们去了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能有点功效了 但是这个来讲 你能不能让他们进香港 在香港不让他们 这个得到签证的话 这就要跟香港政府去商量 为什么 中国是一国两制的 你们可能忘了这事了 你觉得北京一说 那香港不就干了吗 不是的 中国这是一国 香港还是一国两制 你知道吗 特区 它是一个特区 知道吗 一国两制50年不变 对吧 所以为什么我说 这个香港问题搞到最后 这个一国两制就没了 就在这了 明白吗 因为这个一国两制 让习近平很难受 针扎不进 水泼不进 就是那种看不见的墙 估计那些文章 还记不记得 就在那挡着 对吧 那么你如果想让他们 就是说香港要不让进的话 你北京就要下命令 那就要看林日月娥 配合不配合 如果他配合 可以 没有问题 但是那说明什么 说明北京已经在干涉 香港的内政了 那说明一国两制还存在吗 不存在 那不就一国一制了吗 那一国两制 不就是一个骗人的东西了吗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你的制裁能不能有力度 实际上又跟一国两制还存在不存在挂钩 如果一国两制已经不存在了 名存失亡了 你的制裁就有力度了 如果一国两制还存在 你的制裁就跟放屁一样 一点力度都没有 对不对 但问题是 如果一国两制不存在了的话 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 是不是就可以发坏作用了 对吧 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 所以这个事你这么犬牙交错之后 最后对中国会越来越不利 对不对 你想说什么 不想说 我在努力跟进你的讲话 好吧 你懂我意思吗 就这么意思 然后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制裁就是什么 说不让美国的军舰到香港停靠 这个可以 因为军事这方面是归中国管的 因为他们是有驻军的那儿 就是内政归他们 就是外交军事是归中国的 对吧 这个不破坏一个两制 但是这个是 但是这个是好事吗 这其实不是好事的 香港最近这段时间 旅游大大减少了 美军停靠了之后 实际上会带来一些收益的 他们来 这个所谓美军军舰停靠 就跟来了一个高级旅行团差不多 你知道吗 高级消费旅行团差不多 你不让他们停靠了之后 反而收入会更加的减少 对吧 事实上对经济又雪上加烧 然后另外一点 就是说美军如果不能在香港停靠的话 会不会去台湾停航呢 对吧 然后我们不是曾经喊过吗 就是说美军停靠 台湾的那一天 就是我军收复台湾的那一天 是吧 太好了 我们就翘首预判 翘首预判 咱们等待 咱们看看 美军够不够狠 我觉得如果真这么干 美国人来个狠的 就直接 你不是香港不让我停了吗 我去台湾停 你收复我 我看看